他聽朋友說 你又有煙酒 又有Vegan代源 那我們就 他就介紹他一些養生的一些方法 就是一般我們所謂的一個民俗的中草藥 結果他吃 因為大家不要覺得說 中草藥吃的一定會很急性 有時候他就這樣吃... 吃了兩三個月之後 身體的乾脆就慢慢... 慢慢壞掉 然後慢慢壞掉自己不曉得 然後才開始代謝出問題 就開始一直有水腫的狀況 那所以我們就趕快把他緊急收住院 結果收住院之後 開始給他一些藥物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沒有在吃那個中草藥 可是他的那個乾脆狀況 還是在惡化 最後還洗剩了兩次 才度過這一次為止 來 收看醫師好不好 來 拜託好 來 繼續來 歡迎 好 我們介紹一個小來賓 邰哥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笑話 你今天上課呢 小明被老師抓到在偷看漫畫 然後老師都說 小明你在看什麼 然後小明就 我 報告老師 我在找東西 找東西 找什麼找 我在 我們常常為自己的行為 要找一些藉口 對 所以有一句話說 要為成功找方法 不要為失敗 找藉口 對 但有時候 藉口可能不是藉口 他只是真的苦衷 對啊 有口難言 對 所以今天就來看來賓 遇到這些狀況 究竟是不是 生的藉口 還是 真的是被冤枉 我們來看看 聽過哪些狀況 孫星大哥來的 來 歡迎 現在熱烈的掌聲歡迎孫星 太久沒看到你了 真的 你依然瀟灑 20年 20年沒回來台灣上課 真的喔 怎麼還是可以這麼帥 好帥喔 沒有 帥其實其實 因為是60 算是71 61歲還可以這樣 我個人也挺欣賞的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61 好厲害 厲害 怎麼保養呢 怎麼保養 其實 就是一賺錢 其實這十幾年沒拍戲 我都在打跌 是啊 我的教練就是 在打跌啊 對 哇 有機會打給你 好特別一個人 孫星大哥沒來 我覺得你是最帥的 今天你有 你講什麼話 媽 走 我先走了 有禁止 好 來來來 讓書記講 我不是變胖 只是水腫 水腫 水腫 對 你有變胖有水腫過 其實入行到現在 也差不了多少 前後沒差多少 但是在疫情的時候 父親離開 然後呢 我以為我很堅強 就沒想到 我把自己關在家裡 吃了大概二幾天的泡麵 哇 真的 一天吃一盒你覺得正常 兩天吃兩盒也正常 後來吃了一個禮拜 因為沒辦法去面對任何事情 只有躲在家裡 第一個禮拜吃完呢 照照鏡子消瘦了很多 好像進入到第二個禮拜呢 然後已經不成人樣 然後就好像是浮腫了 那個好像不應該是胖 泡麵裡面是很多的 鈉含量 鈉含量太高了 因為別的都不想吃 根本吃不下去 所以只吃泡麵的人 那是我人生中 我覺得比較糟糕的一個月 就是泡麵陪伴了我一個月 是喔 對啦 所以他就被誤會是胖 誤會是胖 對 其實是水腫 他剛剛一講 其實就不要 不要讓醫生來回答 回答我們來講就好了 鈉含量 泡麵吃太多了 是吧 對 對 他裡面那個鈉含量高 會讓你水腫 這樣孫星哥一定是被冤枉的 他這種體型 你要跟我跟肥胖 哪有扯上什麼關係 對啊 不過在現實條件上 那種肥胖跟水腫 在一般的門診上 有時候不太好去分辨 那一般比較簡單的 一個分辨的方式 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分不清楚 自己是水腫 還是肥胖的時候 你就在自己的皮膚按壓 按壓個不到10秒鐘之後 你放開 會馬上回彈的絕大部分 你這就是真的變胖 就是胖 對 然後如果說你要隔個幾秒鐘 他這個凹陷才會慢慢彈回來 那絕大部分就是水腫 但是的確會有很多狀況 會像孫星哥這樣子 有時候會造成你一些 身體的一個病理的變化 像你如果這樣子 那含量的東西吃這麼久 再吃更久的時候 你可能肝腎也會有損傷 那我自己的一個案例是這樣 一個大概40歲的一個男性 那他本身來的時候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有看減重門診 所以來的時候 他就是說他想看減重門診 那原因是什麼 原因就是說 這幾個月來 他們朋友還有其他人 都說他有在變胖的狀況 他也不覺得 直到他要來我的門診的前一個禮拜 剛好是跟他老婆的結婚紀念日 結果他發現他戴戒指 完全戴不上去 他戴到前面的指尖就下不去了 他就嚇到就來 那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幫他抽血的時候 這個病人其實BMI值有比較高 大概31左右 沒有到很厲害的病態性肥胖 可是我們幫他一抽血的時候 其實他的肝臟跟腎臟的機能 就很糟糕 那就很奇怪 這個人怎麼會是這樣 而且我們幫他按壓他的皮膚 是隔幾秒鐘才會回彈 那原來就是因為 這個病人他本身就有一個 醃酒的習慣 他又有V肝代源 那造成這個的原因就是 他聽朋友說 你又有醃酒 又有V肝代源 他就介紹他一些養生的一些方法 就是一般我們所謂的民俗的中草藥 結果他吃 因為大家不要覺得說中草藥吃的 一定會很急性 有時候他就這樣吃吃吃吃了 兩三個月之後 身體的乾脆就慢慢壞掉 然後慢慢壞掉自己不曉得 然後才開始代謝出問題 就開始一直有水腫的狀況 那所以我們就趕快把他緊急收住院 結果收住院之後 開始給他一些藥物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沒有在吃中草藥了 可是他的那個肝腎狀況還是在惡化 最後還洗腎了兩次 才度過這一次為止 所以人家介紹你一些保健的方法 有時候自己要很小心 他有時候不見得 對不對 對 他有時候不見得很急性 但是你長期吃一段時間 他就會開始把你的身體的一些筋能 慢慢破壞掉 然後有時候甚至會不可逆 來 莊莊 莊莊你也有 我聽到這樣 我真的不敢亂吃了耶 那你不是亂吃泡麵嗎 我就是亂吃 我非常懂孫星大哥的苦 因為我也是泡麵苦中之人 因為我以前最愛吃的宵夜 除了麻辣鍋 不外乎選擇 就是最方便的泡麵嘛 對不對 但是因為仗著自己 因為我本身是很愛運動 又是啦啦隊 又跳舞 隔天起來很快就消耗完了 但是我發現 一切都跟年紀有關係 年過三十歲之後呢 我發現我只要前天晚上有吃泡麵 水腫 我隔天絕對會水腫一整天 而且是什麼食物 一整天 對 是一整天喔 就是什麼食物都沒關係 只要是泡麵 我的身體就代謝不掉 等一下 你帶阿姨的照片來 那誇不誇張 這是吃了泡麵的我 怎麼會那麼腫 這是妳啊 這臉超腫的 真的是現在就是 這只是白天的我而已 就是我的五官會完全消失 模糊掉 然後大家現在看到我就是 五官又回來了 所以我就真的不敢吃泡麵 就很奇怪是 我覺得是因為壓力大 然後有時候就嘴殘 吃一下泡麵之後 我就被經紀人罵說 妳是怎樣 妳現在年過三十歲 就不敬業了嗎 就可以這樣不忌口了嗎 然後我就發現 其實是不可以亂吃宵夜之外 泡麵真的是水腫人的大忌 我們家小孩子從到這麼大 沒吃過泡麵 很好耶 真的 我們家真的 不給吃 你家命很好耶 不給吃 我們家沒有這些東西啊 不買 我們也不會買 因為有龍蝦誰要吃泡麵 對啊 厲害 這意思 好啦 請問壯壯是真的胖 還是水腫呢 看了照片之後 我個人覺得他 這我身材妳看有像胖嗎 沒有啊 不可能啦 真的不可能胖 這一定是水腫的啦 我們不曉得妳那個狀況 會不會在經前特別嚴重 就是月經前會 會喔 應該也是 很多都在經前比較厲害 也會水腫 因為那個黃體素上升以後 也很多時候會讓那個水分 停留在裡面不出去 不排掉 那我分享一個案例 有一個30歲的女生 她是每個月月經前的10天 就開始情緒不穩定 那這種狀況其實有些人 女生最嚴重是14天就開始了 就排卵後就開始 比較輕微的大概前4天才開始 那她這個覺得什麼都不對勁 憂鬱 焦慮 她覺得情緒上起伏不定 她臉部腫起來以外 她的腳也腫 那她覺得說 差不多都增加2公斤左右 每次這半個月 10天左右都增加2公斤 那很多人一直以為她在吃胖了 然後月經後就又減重了 她說其實我什麼事都沒做 我就是每個月就會這樣胖一下 然後又再瘦回來 胖一下瘦回來 那她來找我的時候 是因為她很困擾 情緒的不穩定 甚至還會 腹痛 腹脹 就很不舒服這樣子 後來我跟她說 你這一堆症狀 一顆藥就解決了 有一種避孕藥 能夠讓你排水 她說被胖 我說她還會瘦一點點 她會體重減大概2公斤左右 所以你不用煩惱 你就是吃這個東西 那但是重要的是 你生活習慣可能要改一下 你的鹽要再少一點 就那10天 水也不要太多 然後可能咖啡也要減少 甜食通通都減少 那加一些 這些東西加進去以後 你的狀況應該會改善 後來其實我們常常也不知道說 這病藥到底吃多久會好 就有一次一個病人就跟我說 我說你好久都沒有來 你上次那個狀況 他說好了 好了 我吃了半年之後 就照你的那個生活方式改變以後 我發現我好了 所以有些時候發現 他也不見得是不會根治的病 就金錢症候其實有些人 他最後發現他 他靠生活習慣的改變 他也可以改善 是 生活習慣太重要了 玉璇 我只能說 就是肥胖這件事情 我其實現在是人生中 最巔峰的時候 真的嗎 你這樣已經巔峰了 我這樣很胖 沒有 我要說一件事 因為我個比較高 所以我胖的時候 大家可能沒有發現 很多地方可以藏 對 然後因為我們家遺傳 就是瘦四肢 我就是小腿和手懷 這個地方看起來瘦 可是我都胖 所以我每次後來有一陣子 你看我這陣子錄影 我都是穿這種寬鬆的衣服 我就為了要遮 那像我大概四五年前的時候 我那時候體重算是比較正常 然後我就有嘗試那時候 很流行的168間鞋的斷食 然後你知道我那時候嘗試 大概五個月吧 我維持五個月 我控制非常的好 你知道我那時候就是瘦了 大概八公斤 很多耶 對 五個月 而且是慢慢的 不是那種就掉下來 那種比較不健康 而且我那時候是完全沒有 很堅持 對 我完全沒有運動 我的體脂肪當時 是從二十八掉到二十三 就是非常一個標準的狀況 然後連我出去工作拍照 你就可以覺得這個肩膀的線 都整個消以後就變了 你頭露出來了 對 然後結果那個時候 在最瘦的時候 當然就交到男朋友 那男朋友 我當時候的男朋友 就屬於那種很瘦 然後他就是可以 隨便亂吃的那種男生 結果你知道他一吃 他就會說 你要不要吃一點 他想說我現在那麼瘦了 我吃一點點沒關係 雖然不是168 但是我還是吃少一點 結果你知道我兩個月 就回來了 回升多少 我負胖了八公斤 五個月 兩個月打回原型 兩個月就打回原型 那你絕對絕對不是 那種什麼瘦一點 但是你知道食慾 真的是越來越好 大家都幸福肥 然後我就有點嚇到 我想說不行 我不能在這個樣子下去了 我要回到我168 結果你知道我又回了168 大概一個多月 可是你知道我的體重 是一丁點都沒有掉 所以我就發現說 我重複在使用這個減肥方式的時候 身體好像有一種抗性 就像莊莊說的30歲以前 所以我那時候 一開始的168是很有效 後來過了30歲 在168的時候 好像代謝就整個都變慢了 代謝好像出了狀況 我就回不去 然後結果現在 因為又過了大概一兩年了 我現在又多了 比當時負胖又多了幾公斤 所以我比我當時第一次的時候 我胖了10公斤 我是有一天去健身的時候 拿那個10公斤的鋼片說 我胖了整整個一個鋼片 這個鋼片就是我的體重 對 所以我現在就是 真的就是 我說妳現在嗎 我現在就是這個狀況 但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我看不出來還有一個 我出來穿寬鬆對不對 我整個裡面還有那種 塑身的褲子 全部都把它穿上 一層一層的勒住 對 我就把它勒住 就是要工作啊 你今天來的請洽減縱門站前 好 吳醫師 這個是被冤枉嗎 當然 是騙的 是真的嗎 我每次只要聽到專略 就是因為我代謝變差了 那個就是藉口 我告訴你 每一個人40歲代謝都會變差 那我是不是40歲 每人都是胖子 當然不是啊 我40歲耶 對 40歲 其實我們一直這樣講 代謝當然會老 代謝一定是自己的 生活習慣造成的 168做對了飲食的時間 就16個小時要斷食 覺得什麼都不能吃 只能喝白開睡 其實吃一點點都不行 那個是時間對 但是你還要量 熱量 總熱量有沒有超過 還有一個我們講食物的 到你吃的是 熱量的食物是白米飯 是五花肉 還是是糙米 這個是要吃的那個東西 也很重要 那你只對了一個東西168 而且我後來發現 為什麼168這麼受歡迎 你知道嗎 因為他不想運動 很多控制我的時間 而且我可以睡得很晚 我可以熬夜 那這些大部分都是那個壞習慣 造成你的代謝的下降 那第二次168就沒效 我認為這是我個人判斷 當然第一個是叫做 溜溜球效應 我們在減重之後 你身體可能缺乏了 我們這樣處在一個 身體處在一個飢餓的狀態 缺乏某類的營養素 五個月他餓了五個月 然後突然間那就開始累積 那叫溜溜球效應 而且還會高過你原來的那個體重 另外一個就是因為你沒有運動 在你如果說那時候你知道 你可能減成有一些 我們最大消耗掉我們的熱量 除了乾醬就我們肌肉 如果說我們在168的時候 你的吃的那個熱量不夠的時候 你可能肌肉會不夠 那不夠的時候 你這下一次來的時候 肌肉代謝就整個變差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 雖然說藉口 但是也聲表同情 同情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 先怎麼按下小鈴鐺 tu幫你按下小鈴鐺 這個影片 我先稍微聽不懂 icated